上次来西洋好像是19年 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一样的网吧 这次我们记得一样的网吧 只能说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是百分之百会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每次我们去足场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觉得 这次百分之百能拿消 为什么这次可能百分之八十能赢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反正每次去足场的时候 我有这种感觉 我是不怎么担心我们出给W 因为我们的打法比较抗的那个W 我们是比较可 我们战队是比较可那个W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 因为我们最近去练赛什么 状态都特别好 虽然我的排位掉下来了 但我的整体状态还行 我觉得第一把的话 可能大家都打得比较稳吧 因为上次我们输给李宁之后 我们当时对内沟通就是说 我们优势的时候少松点 我们烈时想办法找机会 翻盘找机会开团 但我觉得整体运营什么都蛮好的 看一下Fan Plus这里 对于自己龙魂的掌握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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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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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踢了踢了 我踢了踢了 照须没大的 照须没大的 我记得像这个 乐瑜 回下整部里波 盲层一脚两个人 对比性先开波先手 非常秒准的冲避 但这个时候直接进场的小田 开了非常多的瞬间 秒掉进一个死 小田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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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玩的那种乖乖的英雄 乖乖英雄 有那种很多英雄嘛 可以选的 大家都知道 只是要看情况选吧 我们教练组 然后我自己都 然后其他选手都觉得 我中路要补过伤害 如果我们其他选手 都是状态都特别好 我都不用选这种英雄的时候 我肯定会考虑跟之前一样 选个那种鲁鲁卡嘛 就好好混 其实混的时候 可能是最开心的嘛 你中路不是阿卡利也挺舒服的吗 我 我都 我真的 我没什么 我这里换个颗粒也是很舒服 我选什么都很舒服 他们这阵容应该是来Poker的 三Poker 你是昨夜哥打野的 我阿卡利是绝对要选的 我觉得可以给他设定没关系 阿卡利 我阿卡利中上都赢设定 这样应该最好 这个知性不知性 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 训练两把我只能说 玩的多不多 训练的时间 因为 今年 另一个英雄 可能要玩三十多把 那明年可能要多玩四五把 或什么多玩十把 那可能后年的话 可能要玩五十多把才能练出来 那我就看每年的情况 然后比如说 今年觉得 想练一个英雄 玩三十多把不够 那我再玩十把就好了 明年如果是 还是这种情况 想练一个英雄 但是觉得玩了五十多把 还是不够 那我就多玩十把就好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云 今年 呃 休息天 休息日也不怎么回去嘛 哦 没什么 能打能打能打 高天别败 没事了没事了 下回前方 真是由方包子给拿到 杰子苍冬天越过来 对面这波进场 直接被捶起来 我们开这个 我们先开这个 对面有一手烟雾弹 还在不停地去游走 双方就打了一波混战 公司方明显 人数有一个占优 小天再交一波闪现 在屏幕的下方两刀砍死悲伤 屏幕切到上方 杰子苍冬天还能去追missing 又是一手减缩 missing 攻略波强 但杰子苍冬天紧随其后 应该要再一手平A 将其收下 来四 来四啊 ok ok 所以第二把的话 我们就说前面 已经又是很大了 我们前面又是已经够大 所以我们就说小松点 我们这种地图 就等小龙跟先锋跟大龙就好了 我这里 我这个位置还可以 打拨吗 打拨 太拨 太拨 点拨 点拨 我再来 ADADAD AD飞进来 AD飞进来 missing想开盘 以一个生日车 扎到两个人 W续着这个龙魂 方普拉斯表示 拿了龙 还让你走吗 攻到林卉祥 missing开出自己的第一块表 同时 Elke直接身上被套在手区了 能操作吗 自己也上去 但是还是要被收掉了 红子方方普拉斯明显 人员抱得更紧 再次收到一个missing 对面一波double kill 这是一个三杀 慢慢追 好 赢了 你这 不是我吗 很开心的 他跟他说 我智能起来了 他应该来听的 然后很多粉丝担心 我们今年下一赛 也就那样 就进不了世界赛 但我只能说 大家都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最近 状态都特别好 希望继续支持我们 谢谢 好 谢谢 3 2 1 我智能起来了 我手速太可惜太慢了 我只能说我是00后的话 那我肯定能踢到ADC的 可惜我是只有六年的 我上个时候跟另外一人说稳一点 然后我后面我自己送了 我说我的 我们都稳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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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